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這次我們看的單位 實用面積700平方呎 屋主一家三口和媽媽自住 雖然家裡的地方不小 但是要同時滿足三代人的需要 也要花不少心思 一進來就有一種和諧感 還有一些日式的感覺 說得沒錯 屋主用了日式做整間屋的設計主題 因為屋主除了想家裡有更溫暖的感覺 還想要一種休閒感 所以就用了他們最喜歡的日式主題 來設計這間屋 所以回來就像去日本一樣 是呀, 給我一下 整間屋的色調都很柔和 米黃色、草綠色, 真是很有日式風情 簡直有點像溫泉旅館 那是因為屋主每次去日本的溫泉旅館 都覺得很放鬆 所以就參考了他們的設計 在顏色方面下了點心思 難怪了, 看到這些米黃色的布紋 簡直好像去了家庭式的溫泉旅館 說不定真的有浸溫泉, 看看 阿爺? 阿爺, 你為何在別人家裡睡覺 這麼大間泉旅館, 當然要下來休息 想不到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都會有人把房間做泉旅館 因為屋主對泉旅館有獨鍾 所以就這樣設計 阿爺, 這裡是睡房嗎 不, 這裡是多功能房 平時是在這裡探查 女屋主和媽媽都很喜歡在這裡喝茶看書 所以房間就變成他們的休閒區 顏色用草綠色和淡黃色為主 令人感覺非常寧靜 有時候女屋主也會在這裡 給心靈沉澱一下 我本身很喜歡日式的風格 所以原本打算將來的家裡 多放一些木架屍 誰知道來到這間屋, 真是可以偷偷 我不是去了另一間屋嗎 為甚麼有一個畫室 你沒有去錯, 這是女屋主的夢想 她小時候已經很喜歡畫畫 她希望將來的安樂窩 也有一個畫室可以人畫的畫 難怪的, 我知道她是一個業務的油畫家 油畫游親都八、九個小時 我剛才還在想她平時在哪裡畫畫 畫油畫通常也有一點味道 為了類類, 她特地在窗邊做畫室 就不會將這些味道供入屋 畫室留起了不少對女屋主 有特別意義的畫作 這幅是她第一幅的自畫像 而這幅是她去進修畫畫的時候 第一幅人看油畫 有了畫室之後, 作品就有地方好好保存 除了可以保存起來之外 還有可以放在家裡不同的地方 做裝飾, 像小型畫展一樣 不僅僅, 屋主還收藏了 很多大型的畫畫書籍 以前放在床底 現在訂造了櫃之後 可以全都展示出來 有多好 阿爺, 其實你認為這個榻榻米房 為何不用傳統的燙門 看上去就挺有日式的感覺 就是為了屋主的女兒 她今年幾歲, 平時會玩玩玩具 做湯之門, 就可以讓媽媽 即使在廚房煮東西吃 都可以看到女兒在做什麼 果然有小孩之後 什麼都以她們為先 當然, 這邊特意做了一個寸物櫃 給女兒擺玩具, 也要花一點點 很有愛, 真是沒有愛, 爺爺 為了女兒可以自己走進榻榻米房 拿玩具, 屋主特意做了兩小級 來看她玩得多開心 如果將來我有小朋友的話 我會做一張有得玩的組合床 讓她在早上下床的時候 可以滑滑梯下來 我想她賴床的機會會比較少 一間屋要住三代人 即是要照顧三代人的需要 對, 女屋主說她們最大的需要 就是各自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客廳就是屋主媽媽的天下 平時在看電視, 不知多開心 而女女天地一定就是榻榻米房 玩玩具, 睡著硬弄還行 至於女屋主就是這個畫室 畫到東西都不怕 那男屋主呢?她的空間在哪裡? 都搞定家裡三個女人 還不出去玩呢? 什麼?男人當然要你買睡房 借過吧 700呎不算大 但可以有榻榻米房和畫室 真的沒什麼是沒可能的 是的, 阿翹, 你最喜歡整個屋 哪個部分呢? 我最喜歡一定是榻榻米房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去日本 以及去溫泉旅館 所以家裡自己也有榻榻米房 旅行錢也省了 我也要為自己的安樂物 去想大一點才行 但阿桑, 你知道嗎? 你想想, 家庭不會變大 我建議你還是找屋主 借榻榻米房給你睡覺, 教一下夢吧 好… 全家裡, 我覺得最有夢想是 女屋主可以照顧全家的需要之餘 還有自己的畫室 我也是一個很有夢想的人 我最喜歡我屬於自己的衣帽間 我覺得最有夢想的位置 就是這間房間 榻榻米房 可以讓女兒有時間在這裡玩 還有工作這麼辛苦 只是想女兒可以健康成長 所以媽媽辛苦了